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番茄牛腩嫩饭 它主要的食材有番茄、胡萝卜、土豆 除了最基本的葱和姜以外还有那些调味品 最重要的是牛腩块 以及我们也加了锅炭 缺少的是大米 将沸水中加入少许的料酒和姜 并倒入洗净的牛肉块焯水 好的牛肉捞出用冷水洗净 好了这就是准备了所有的食材了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番茄不会切出块去地就好 然后为了美味我们还加入了两颗辣椒 加一勺老抽 再加两勺生抽 一勺盐 一勺糖 还有少许十三香 好了那炒菜的调料就已经做好了 炒好后加入米饭 加热水稍微没过原材料即可煮沸 将其倒入变酸包中 炒好后加入米饭 再查看一下水味是否没过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 再加少许水 最后将番茄做在米饭中 倒入五彩 就OK啦 再加一勺盐 一勺少许生抽 一勺少许生抽 将西红柿的皮去掉 去皮后搅拌 好吗 好吗 好adi